以色列军方说,以色列战机袭击了加沙南部的两处走私地道,以报复火箭袭击。 军方说,星期天两架以色列空军喷气式飞机,打击了加沙的两个目标。 在这之前的几个小时,以色列边境城镇斯德洛特的一座建筑被一枚卡萨姆火箭击中。 这个镇经常遭到从加沙发射的火箭袭击。 基金分子说,以色列的空袭造成了破坏,但是没有人员伤亡。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天对内阁成员说,以色列要让巴勒斯坦基金分子为暴力负责。 内塔尼亚胡说,以色列保留保护本国公民的权利。